這位先生 你好 阿瑤 阿瑤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御守 一個御守 你知道御守平常是拿來做什麼的嗎 祈福或者是 保平安 許願這類的 對 不過這個御守很特別 我待會告訴你它哪裡特別 首先我要請你現在 0到100裡面想一個數字 你有沒有一個對你來說很有意義或重要的 對你來說是 有 有 難忘的數字 有嗎 有 是什麼 你告訴我 67 67 對 好 把它寫上來 67 67對你來說為什麼重要 那是我父母的生日 父母的生日 OK 所以對你來說它是跟親情有關 跟某些情感成名有關的 對吧 好 這個御守是這樣 它是我朋友從日本求回來給我的 然後它跟我說這個神社很特別 就是 在求這個御守之前 神社會請它想一個重要的數字 嗯 然後求了這個御守 如果這個御守 它裡面的重要的數字跟它想的一樣 就代表你是一個 你最近運勢會非常好 嗯哼 這個御守它說裡面有一片木頭 每一個御守都刻了一個特別的數字 不知道是什麼 但你講67 對嗎 嗯 你可以從光 透過光看到御守裡面 但這邊的光好像有點不足 可不可以跟你借手機 可以啊 你幫我打開手電筒 手電筒 好 對 好 伸出你的指指跟拇指 幫我這樣抓著御守 我先確定一下這個67 其實你剛才我問你 你才想到講出來 對嗎 隨便講的 隨便講的 對 但是跟我父母的誕生有關 跟你父母的誕生有關 對 而這個御守裡面有一組數字 好 慢慢的靠近光源 就會看到是 67 嗯